Vimeo這個影片代管的平台 可以說它是漲價了 不過它有一些調整的方案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什麼差別 本來這邊它的最便宜的方案是台幣大概2000多塊 一年大概2000多塊 但是每個禮拜只能上存5G的容量 新版的最便宜的方案是每個月360塊 平均一年就4000多塊乘以12個月 這是年付的方案 這邊有講Build Annually就是每年付 每年付的話就是一次要付4000多塊台幣 就是平均一個月360 如果你要用月付一個月一個月的話就比較貴 每個月是583塊這是月付型的 然後它有一個限制就是Per Seed 就是每一個擁有人每一個月只能上傳5部影片 每一個擁有人每一個月只能上傳5部影片 可是你是年繳嘛 你是年繳4000多塊 所以5乘以12就是等於60個影片 等於說你只要付了錢 好那你要上傳你的課程 那你就是趕快上傳在這一年裡面呢 你要在第一個禮拜就上傳完60個影片也是OK的 但是你就不能上傳第61個 你必須等到明年滿一年之後 你才能夠再繼續上傳另外60個影片 另外的60個影片 好這是它的限制 Per Seed的意思就是說一個擁有人 也就是說你是購買這個方案的所有全人 可是呢你可以去購買多個Seed 多個這個擁有人 控應該說是這個管理員 你可以去在你的這個帳號底下 買兩個以上的管理員 那你就可以有 假設說你現在有三個夥伴 要共同經營一個網站 那這三個夥伴呢 他們都可以去登入這個Vimeo的帳號 然後你是付錢的人 他們不需要再付錢的 你是付錢的人 讓這三個人同時登入 他們就是三個Seed 然後每個人呢 一年都可以傳60個影片 每個月都可以傳5個影片 因為你一次年假 所以你可以傳60個影片 好那這樣一年就是4000多塊 一個Seed就是4000多塊 如果是兩個Seed 像剛剛舉例講三個人 你就要3乘以360 這是你每個月的花費 那如果說你覺得這樣的容量不夠 它跟以前不一樣 它現在是限制影片的數量 之前是限制影片的容量 比如說一個禮拜5G的上傳量 超過5G就不能上傳 必須等到下一個禮拜 所以這個新的制度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新的制度就是你 你一年就是只能上傳60個影片 你如果超過60個怎麼辦 你如果超過60個怎麼辦 請你升級成這個Standard的方案 就是它一個月可以上傳10個影片 一年就是120個影片 所以等於是這個的兩倍了 價格是每個月平均就是1.5年 一年要怎樣 超過12000了吧 如果一個月1000塊的話 一年就12000了 這樣就已經超過12000了 每年 所以它這個價格 其實是用最便宜的方案來看的話 其實真的是比之前還要貴 那我們最後會有別的方案 如果你覺得說我還是要用Vimeo 如果你是之前的帳號有個好處 就是之前的帳號可以用之前的方案 不會變更 以後會不會變不知道 但是目前它是說不會變更 所以我確實登入我的舊帳號 是維持之前的方案的 那我現在用的是這個訪客身份沒有登入的方案 看到的是現在新的方案 所以如果你是在2022年8月20號之後 去申請的帳號 那你就是套用這個新的方案 你要付的費用就是這個新的方案 所以這是一個我個人覺得的缺點 就是之前限制容量的話 我可以盡量把影片壓縮 或者是把影片做短一點 然後多放幾個影片 那現在這種方案變成說 我如果一年只能放60個影片的話 我影片如果做的太短 或者是容量壓縮 對我來說都沒有好處 因為它是限制你影片的數量 並不是容量 所以要去斟酌 然後它還有一個限制是 之前沒有的限制 也是到好像2022年 才開始出來的一個限制 就是2T的流量 我來看一下2T的流量 2T的頻寬每個月 每個月 如果你的客戶看你的影片 一個月下載的流量超過2TB 會被限制 這個是以前也沒有的限制 所以變相的其實它真的是漲價了 真的是漲價了 你看不管是最便宜的方案 還是到這個 這個叫什麼 Advanced的方案 每個月1650的方案 它的限制都是2TB 等於說你影片比較多 但是你的這個流量限制 還是2TB 我個人是覺得有點奇怪 為什麼這個付比較多的錢 可是這個一個月的流量 還是限制2TB 那你如果覺得說你的客戶真的很多 超過2TB 那你可以去contact sales 就是聯絡他們的業務 他們會手動幫你調整 當然就是價格另外去談就對了 那標準的付費是這個三個方案就對了 OK 那我們下個影片就來講 假設我們不用Vimeo來代管影片的話 我們應該怎麼做 沒錯